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一下有關台北市哪一區的切帳件最多 甚至我們可以做出像這樣的一個圓形圖 就剛剛講的 甚至可以把住宅切帳件比例最高的那一區 把它獨立拉出來分裂出來 它旁邊有個圖裡 這邊就是它的資料 甚至如果你今天希望把它顯示出 你的資料是總計的百分比 剛剛是幾比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希望不要顯示的是幾比 而是百分之多少的話 總計的百分比 那這邊應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大概如果分析哪一區是比較簡單的 那比較困難的應該是哪一條的街道 哪一條路上面的切帳件最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請問呢 開啟這個 我們的練習題 練習題裡面有個叫什麼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不過後面我其實還有順便放了那個 汽車、強盜、搶奪、跟機車 這些資料都是來源於台北市政府的官網 這是算是官網提供的資料 所以有一定的公正正確性 要把住宅的部分打開 那首先的話如果我今天需要分析什麼 分析哪一區的話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提供的欄位有哪一些 包含就是說 編號一直到暗位 這個暗位其實不太多 因為已經是這個 發生了日期 那日期你會發現它的格數 蠻怪的 其實它把它當成一個什麼 一個數次吧 有沒有 它應該靠入對齊 所以它是10401101 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如果我們要取的資料的話 因為有不同規則 比如哪一年 或哪一月 哪一日 這個可能取資料的話 你要把它當數字來看待 然後發生的時段 是一個文字 因為要扣除對齊 那再來的話呢 發生的地點 不特別注意喔 我現在要哪一區的話 所以如果你要分析 因為我待會會有兩個需求 一個是哪一區 所以可能需要做一件事 第一個 在地點的這個欄位 插入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叫區 因為我要分析的是哪一區 第二個問題的話呢 再插入一欄 哪一條路 哪一條街 哪一個道 所以乾脆這個欄 要入街道 讓我們入街道 因為它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 路的名稱 大一點叫路 小一點叫街 那剩下的就是道 市民大道 有沒有 大概就是這三個而已 或者道還有哪一個 凱達隔安大道 對啊 應該凱達隔安大道 應該沒有失切的問題 OK 然後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需求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做一些統計分析的話 假如沒有這兩個欄位的話 很抱歉 你根本沒辦法做 所以怎麼辦呢 第一個 你可能需要什麼 先把什麼 把區抓過來 那區在哪裡 其實在地址裡面就有了嘛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把區 還好區的規則還比較簡單 因為它剛好什麼 台北市 什麼什麼區 所以區 區的位置 剛好是在 第四個字 第五個字 第六個字 四五六嘛 剛好三個字 所以如果你要取 這三個字的位置的話 那你可以用哪個函數呢 文字裡面的話 用什麼 用MID MID函數 這個 哦 剛剛不是圖法列 你剛剛講 MID函數 按確定 它會跟你要三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是 你的資料在哪裡啊 我的資料在這裡 OK 給你 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STAR NUMBER STAR NUMBER意思是說 你要從哪個字開始 幫你取資料啊 第幾個字 第四嘛 OK 那第三個問題是說呢 那你要幾個字啊 LUMBER LUMBER是數量 CHAS是字圓 白話意思就是幾個字 幾個字 三個字 所以OK了 按確定 文山區就出來了 向下填碼 全部都OK了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要的是 路接到的話 哇 那這個就麻煩了 其實最難的 今天 早上最難的應該是這個地方 怎麼樣取得什麼 路 街 道 那它的規則是怎麼樣呢 其實比較麻煩一點就是 它的規則是 我要取的資料 剛好它的前面 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 像第一個資料是什麼 第一個資料是 什麼什麼區 什麼什麼里 對不對 什麼什麼區 什麼什麼里 然後 後面三個字 那 可是問題 那 不是它 土法鏈剛 坦克C坦克V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下一個什麼 中校東路 中校東路的話 前面也是什麼什麼區 什麼什麼里 那下一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什麼什麼區 但是沒有什麼什麼里 下一個是 什麼什麼區 那再再來的話 這個有沒有 中層路前面是 又多了一個不同規則 它是什麼什麼區 什麼什麼地 還什麼林 所以說 它這個 地點的地址 它的規則 並沒有統一 比較麻煩說 前面 哪個路前面 它可能 會有三種情 三種可能 一個是 第一個可能是 前面是什麼林 有沒有 有沒有有林的話 那我就知道說 林那個字 下一個字就是我要的那個位置 從那個位置開始抓 哦 然後呢 如果沒有林的話呢 可能就是有里 有沒有 那如果沒有里的話呢 那可能就是區了 一定會有區啦 所以呢 像這個只有區在哪 像這個 中山區 新生北路嘛 所以就從區的下一個字 當我抓 那抓幾個字 四個字嘛 那怎麼知道四個字 那不是用眼睛看的哦 所以你下一個哦 變成說 那你要知道說 它最後這個字 在哪一個字會有上面 有沒有 所以最後 當然啊 如果你這個地方不知道的話 變成說 你要用人工來判斷 可是你用人工來判斷 哇 那真的是太複雜 尤其這裡面的資料量哦 大概就幾千筆上萬筆 如果用眼睛看 然後Ctrl-C Ctrl-V Ctrl-C Ctrl-V 的話 可能你做到下半都還沒做完 對不對哦 但如果說你懂得怎麼樣 用那個 Excel裡面的 邏輯判斷的話 那你就可以很快把這一題做完了 所以提示一下 這個比較難一點 需要用到幾個函數 你們可以參考嗎 我看 記者還切到按鍵 那個公式哦 蠻長的 應該會在第30頁的一方 第三十頁的話 會需要用到幾個函數呢 總共 三十頁這裡 總共的話 第一個會用到MID MID大家也問過 哪一個地詞 哪個字開始 所以也許是領 也許是領 也許是領 的下一個字 然後呢 到哪一個字 長度幾個字 那通常是什麼 把那個找到的路 剪掉前面的那個字 一剪完之後 就知道幾個字了 所以哦 裡面的話 最後的公式這麼長 OK 哇 看到 眼睛就花了 但不是用 這個地方不是 一用從頭打到尾 而是用邏輯推的 所以哦 前面的字可能是 林里區 後面的字可能是 路街道 還好剛好規則是一樣 所以可以寫完一個貼過來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會需要用到 總共有三個函數 這三個函數還蠻重要 以後如果你遇到類似哦 你要找個資料 是在不確定的位置 不確定的長度下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完成 就不用土法煉鋼了 那當然要用幾個啊 第一個MID 第二個用什麼 用FINE FINE應該 各位應該知道意思吧 FINE的話就尋找 找什麼 找 要不就是有0 就找0的位置 沒有0就找裡 沒有裡就找區 所以最後一定會有區 然後後面那個字的位置就是 如果有路就先找路 沒有路的話找接 沒有接就找到 反正一定這三個 OK 那我只要知道 那個位置在哪裡 減掉前面的位置 我就知道還有幾個字了 然後就可以最後呢 得到我要的結果 不過會有幾個狀況 就是如果假設 它那個地詞裡面 沒有什麼東西的話 會產生錯誤 找不到的話 像FINE函數呢 如果找不到某一個關鍵字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 那錯誤的話呢 需要用到IFL把它過濾掉 再去找別的訊息 那這怎麼做 請各位也許先了解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這部分 因為如果沒有把路接道做出來 我們就無法分析這個結果 所以如果剛好 假設你是要做這個工作 你老闆說 你要把這個報告給我一下 那你怎麼辦 OK 所以試一下把這個部分 區域部分先做出來 那路接道的話 你先想想看 那待會我們再來解這個部分 好